据彭博社报道 未来一段时间 阿根廷将有四个锂矿项目陆续投产 据阿根廷矿业部发言人证实 随着这些项目全面投入运营 阿根廷年产能将提高79% 达到20.2万吨 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主要锂生产国的地位 这些项目集中在西北部 湖湖一省 塞尔塔省和卡塔玛塔省 地处阿根廷 智利 波利维亚三国交界 被誉为南美锂三角 过去几年 阿根廷虽然是仅次于澳大利亚 智利和中国的主要生产国 但只有三家企业出口里 十年来也仅有一座新矿投产 长期以来 阿根廷饱受经济困扰 政府一直寄希望于 锂资源的开发和出口 能提振该国经济 在上届政府时期 阿根廷已经和多国矿企进行合作 对该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勘探和开发 大量资金投入阿根廷的锂矿 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 收效甚微 金总统米莱上台后 大力奉行无政府资本主义 三十多家全球矿业集团蜂拥而止 在其经济改革不断受挫背景下 迫切需要更多的出口创汇 对米莱而言 这些位于南美里三角地区 安地斯山脉沿湖上的新项目 或许可以帮助提振阿根廷经济 实现其改革目标 他还宣布将进一步削减矿业公司 引入外汇的成本 当地官员认为 锂矿开采可以带来更多税收 这是摆脱经济危机的关键 数据显示 阿根廷今年前四个月 累计通胀率为65% 过去12个月累计通胀率 则高达289.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阿根廷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 将萎缩2.8% 分析人士称 阿根廷锂矿的增长显力 一直吸引着全球电池制造商的关注 相较于比资源同样丰富的 邻国智利和玻璃维亚 阿根廷锂矿业监管更宽松 税收更低 市场更开放 除了胡胡一省 塞尔塔省和卡塔玛卡省 其他省目前也正在努力吸引投资者 6月28日 米莱提出的基础法在阿根廷国会众议院 获得通过 阿根廷商业和服务业商会认为 其对国内外投资者发出了信心的喜好 认为这将推动对工业投资的税收 货币和关税优惠计划实施 该计划将使理业开发商受益 然而彭博社报道认为 尽管新产能不会立即全部投入使用 但对于今年全球产量总计将达到 140万吨的市场来说 这仍是严重的过剩产能 也有评论指出 在当前供应充足的情况下 库存不断增加 加大了理价的下行压力 况且需要面临平衡供需关系的挑战 感谢观看